点灯说声对不起 我要谢谢你 我是叶树珊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 我觉得我如果这样介绍他 他一定不会很高兴 因为这个所谓的形容的一个title 给他造成很大很大很大的困扰 但是我只要这样讲 大家就知道是谁了 就是号称全台湾最难挂到号的医生 吕少瑞一世 他是膝关节专家 但其实我常常觉得他有点像传教士 因为他透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管道 告诉大家怎么保养膝关节 你们不必来找我 自己的膝盖自己救 为什么自己可以救自己的膝盖 为什么有这么多谬误的观念 又给他造成多大的困扰 但是从困扰当中 他又怎么样得到新的领悟呢 我们欢迎李少瑞医师 李医师好 苏珊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李少瑞医师我要讲 我跟他有点熟有点不太熟 因为以前我们会常常一起开会 每次开会我就觉得 有个帅哥坐在对面 因为我们开会的时候 在慈祭男众女众分开 然后他就坐在对面 他从头到尾没有一点笑容 很严肃 然后呢我在大一台 还有来上节目 我也觉得很严肃 今天来感觉不太一样 稍微轻松一点 不晓得为什么 因为那个都是严肃的场合 看什么场合 有的时候演讲的场合 看起来应该也可以轻松啊 是我们讲的内容 让我觉得应该要严肃的面对 是 跟观众在坐在台下 可能是可能未来的病患 也有点关系 那你面对病患的时候呢 营养是严肃的 大部分的病人都蛮怕我的 蛮怕你的 是 为什么 因为比较严格吧 严格 然后不可以随便乱问问题 尤其是对一些比较错误的观念 我会比较严肃的去澄清 去面对 没错 我发现了这个 这边针钉板的 自己的膝盖子就已经喊很久了 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听啊 我常常也在想 所以我再怎么样我也不敢找你 因为我没有 好好按照你的333在那边做 我虽然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我没有那么落实的做 所以膝盖在痛的时候 我想不要去找吕少瑞 他会骂我 其实正确讲法应该是3加3 3加3 或是333 好 3加3 待会可以介绍 所以其实在这本书 除了用更口语化的方式 提醒大家有哪些谬误的迷思之外 其实后面也提到一些 在坊间大家传来传去的各种的说法 还有就是在医学界 其实同样在从事 膝关且相关的治疗的一些同业 他们的一些看法 其实看得出来 你是有一点难过跟沮丧的 所以才会提出了一些 但是我要先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 我如果这样介绍 吕医师可能会生气 就因为有一次的报纸 用了这样的一个标题 全台湾最难挂到号的医生 就是吕少瑞 这也是事实没有错 那可是这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但是有一次呢 这个场景 我不知道吕医师自己记不记得 有一次呢 就是在 玉宁在慈济大的医院嘛 那有一次刚好上人 证言上人 在台北 那您来看他 结果在那个谈话的过程当中 吕医师掉眼泪了 我有点在旁边很难过 就想说 一个平常蛮严肃 而且地位这么高的大医师 大医王 结果在上人面前掉眼泪 掉眼泪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就是 因为您这个独到的 对于这个膝关节的 这种治疗诊断的一个方式 教了很多很多的人 因为很多人会问啊 你很大方 不是你的独门技术 你其实教了很多的医生 可是很多的医生 回到他工作的医疗体系之后 被逼着 不可以用 还是要去换人工关节 还是呢 要打PRP等等 这四 所以也很无力感 就是你教了这么多的学生 可是他们无法施展 这是一个 所以错误的治疗一直重复 第二个是 刘医师就苦口婆心 我刚刚说有点像传教师 他苦口婆心 去上很多的节目 然后做很多的示范 还做了很多的录影带 那也出书 可是呢 会有病人误会他 有病人 有一次他参加完一个研讨 或者是演讲分享吧 就被一个病人拦住了 说 吕医师 你有时间去接受访问 你有时间去演讲 你为什么没有时间来看我们这些病人 所以他讲到这个时候 吕医师掉眼泪 其实我蛮难过的 医师难为 我不能质疑您的记忆力 但是据我的记忆 您讲的那两个 我的痛苦是真实的 但是我不记得我会掉眼泪 你有掉眼泪 因为我完全没有想象说 吕医师会的 因为你在描述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真的好委屈 可是后来你真的落泪了 我那时候就很想过去安慰你 可是也不知道 跟你说有点熟 又不太熟 不太感 好 所以这个场景 我特别花了蛮长时间 描述出来的原因就是 大家不要以为 名医 好像都高高在上 好像他们享有一切的光环 其实他们背后承担了 很多很多的委屈 或误解 是我们不清楚的 好 今天我讲了那么长 现在让你讲一下 刚从你这个被封为最难挂号的一生 其实蛮委屈的吧 其实 偶尔越来越少 因为我慢慢看到 这个越来越多的民众 而且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医师也接受这样的观念 而且也看到很多治疗好的结果 年轻的医师按照我的方法来治疗病人 来帮病人把原本要被治患的关节保留下来 所以应该我觉得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我推广这个观念已经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三十年前我发现了这个隐藏的病灶 所以我大概也是花了十年 让我自己从一个传统的骨科医师 慢慢转变成希望保护膝关节的一个 我所谓的KHPO 膝关节健康促进方案的执行的骨科医师 这是第一个十年 这边是健康促进而不是治疗 是 我在前面十年 我本身也非常怀疑我自己的这个理论 你自己也怀疑 但是经过不断的验证 而且主要是从病人身上的回馈 让我坚信这样的一个理念跟理论是正确的 所以第二个十年 就是我在医学的专科领域 就是骨科专科领域大力推广的这个十年 所有的会议我都把握机会去发表 而且我也发表了论文 这个是第二个十年 但是这个十年走的真的是非常辛苦 艰辛 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退化性习惯节的观念 跟传统观念 演变出来的一整套的治疗方式 那个非常非常的稳固 要去改变它是非常困难 所谓的稳固一方面是习惯 也是习惯 然后这一方面它牵涉到太多的周边 它已经是一整套的生态 对不对 那这个生态如果一个不同的观念 跟不同的治疗 或者是引导改善的方式 那这整个系统某些地方会瓦解 对不对 很简单就提到 其实就是收入就减少 对不对 这牵涉到很多的业者 对不对 还牵涉到医院的 这部分我们就低调一点 就不好 但是就是说 不敢说牢不可破 但是在它行之有年的这个系统 要想要做一点改变 是很不容易 所以这十年是很艰辛的 不过这十年也走过了 走过了 因为这十年我的领悟 我想那我就从民众的推广开始 就是第三个十年 所以在十年前应该就写了 那个新希望那本书 新希望的西 就是膝盖的新希望 那本书是写得非常完整 但是病人看了 他跟我说 我要看十遍才了解 有一点 因为那本书我有看过 是没有那么容易看 所以今天介绍了这一本的出版 出版是八年前 那时候写的 那时候出版的 但是你有带来一些新的增并 对不对 没有错 增什么 定什么 这一版主要强调是 我们的这个 膝关节健康促进方案 已经改 进阶到2.0了 在这个2009年开始执行 执行了十几年以后 我们慢慢演变成 更完整的一整套 让这个大家 大家误会是退化性膝关节炎 这个名词啊 事实上我们把它转变成一个疾病 在这里我可能要先把我们要谈的范围讲清楚 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是退化性膝关节炎 事实上 我们如果追溯到它的原文 医学的这个原文是股性关节炎 股性关节炎 股性关节炎 它有分两类 一类似叫做续发性的 续发性只占了百分之十 那这续发性就是有原因 而且我们都知道病因的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另外百分之九十 叫做原发性 为什么叫原发性 就是医界还不知道它的原因 所以就认为它就是自然产生 就是老化造成的 就是老化造成 在医学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就是任何系统 如果有某一种问题 找不到原因 通常就会说退化 我97岁的老爸爸以前就讲过这句话 你们医生很好当嘛 什么问题问你 你就说因为你老了 但是我才40出头的时候 我曾经咨询过 因为我那时候下楼梯 膝盖就有点卡卡 我就问一位医生 他就看都不看就跟我说 退化性关节 我40多岁就退化 好 就认了 但是也还好 我有看你的新希望 所以我没有轻易的去要做什么人工关节 好 回到继续你的第三阶段 也是因为这样 因为医界也这样认为 就是这个百分之九十就是老化 所以我回想我在骨科医师训练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是最简单 我们根本不用花时间去念书 反正他就是老化 不可抗力 对不对 我们骨科医师就等着最后换关节 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所以经常我们轻轻地讲了一句话 你的膝关节退化了 现在只能止痛 教你做复健 他还是会继续坏 那等你全部坏了 再回来找我换关节 事实上这样一句话 让很多年轻的患者回家痛苦 痛哭一整个晚上都有 因为等于他人生已经被宣判是一个灰色的 而且也影响到他后患的日子 所以这个病在有一篇直性研究去调查 发现在病人端 他们对这个病是非常恐惧的 因为对未来失去希望 那医师端都认为这个是不是一个病 是一个老化的过程 所以我提出的这个理论 事实上就是整个反转 本来是一个大家认为老化不是疾病 那我发现这个90%里面 绝大部分的噪音 都是因为我们与生俱来 在膝关节里面就有的一个构造 它产生的后果 是它造成的一个结果 叫做内侧摩擦症候群 所以我是把这个退化的过程 转变成一个疾病 既然是疾病 我们就能够用疾病的四个阶段来面对它 这所谓疾病的四个阶段 就是酝酿期 还有临床前期 临床期跟残障期 所谓酝酿期就是 一些种种原因去酝酿的过程 譬如说以这个内侧摩擦症候群 就是因为这个内侧皱壁的存在 我们每年几乎从小开始 膝盖就要弯曲一百万次 就是这个摩擦在破坏这个软骨 软骨本身是无辜的 不是它在老化 它是被破坏的 而且是被自己的一个构造 自己的动作 是动作 那临床前期的意识是 还没有症状 但是呢 如果我们用关节镜 进去观察软骨 或者用显微镜去看 这个细胞 软骨细胞已经开始被破坏了 还没有症状 通常是在二三十岁 这个阶段 那到临床期 就一般来讲是四五十岁 这个中年的时候 开始就有悉痛啊 这些症状出来了 那很遗憾的 在这个阶段如果去找医师 去照片子 通常都会看到软骨变狭窄 就被磨损 就看到这个现象 所以看到这个现象 那医师就会说 哇你的软骨退化了 你就是退化性 膝关节炎 所以医师看到的时候 事实上已经是疾病的第三期了 甚至到第四期 残障期 就已经变形 变形功能受到影响 已经走路会薄啊等等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最大区别 把它转换成一个疾病 内存摩擦症候群 既然是疾病 我们就在酝酿期跟银行前期可以预防 我们可以去 可以预防的 可以去改变 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观念上的改变 但是一路走过来要推广这个观念 吃了不少苦头 好刚刚讲的关键字 内侧摩擦症候群 大家把这几个字记下来 其实可以查到非常多相关的资料 而且大家就放心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一定有经过酝酿期 也一定有治疗前期 是 临床 应该临床前期 但至于是不是到了所谓的临床期 那应该也是会有一些的 自己可以判断的一些指标或者是现象 对不对 最后才到刚刚讲的所谓的残障期 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 其实就是你会比较有感的不舒服 对不对 通常到刚刚讲的临床前期的时候 应该还不至于太有感吧 一点点吧 临床前期的时候 我们常常在病人来找我 他说我右膝疼痛 我把他照片子 通常两只脚都会照 就发现他左膝也一样 也一样那个软骨已经有磨损 软骨被破坏 我们又分成五期 五期 通常临床前期大概是第一第二期 软骨的破坏 到第三期的时候 一般都是已经是临床期了 而且骨刺已经长出来 所以是第三期 OK 到第四第五期就是残障期 OK 已经歪掉了 这时候就如果手术的话 就要动到骨头 就要矫正骨头 就包括结骨术啊 或者部分置患 或者是全置患 就必须要动到骨头 那在这个残障期之前 就是第三期 就软骨破坏到第三期 只要你的变形 还不是太严重 我们都可以经过 用微创手术 就是我发展出来的 关节径的软骨再生 就算你的这个独门的 但是你后来有教很多人 对不对 就用这样的方式到关节里面 把整个环境 好像叫清理 对对对 一般人会误会 他是轻创手术 他绝对不是轻创 因为轻创手术 早就被骨科界认为是无效 而且是多余的手术 OK 那个是漫无目的的 用关节径进去清洗 我以前也做很多这样的手术 因为在还没有换关节之前 我们骨科医师如果要动手术 顶多就是用关节径进去洗 就很像早期我们眼睛有问题 就跟洗眼睛 刚洗完会很清爽 大概三个月 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对三个月到半年会很清爽 慢慢症状又回来了 这个早就被医学界认为是无效 所以不是清理 那应该正确的动词是什么 应该叫做我的名词叫做 关节径软骨再生促进手术 再生促进手术 因为关节里面有内部的破坏原因 其中一个最重要就是我前面讲的 内侧皱壁产生的内侧摩擦现象 这个内侧摩擦现象 我们可以借由关节径把它整个清除掉 但是呢 很多骨科医师看了我的理论 或者我的论文就误会 误会只要把这个内侧皱壁拿掉 就没事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内侧皱壁 它重复发炎 会产生一些并发的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变紧 整个关节变紧 关节变紧 因为内侧皱壁是关节囊的一个皱壮 它一发炎 整个关节囊都会受到影响 那如果很不幸 这个病人经常打针 打玻尿酸 或者是PRP 经常打针 那你没有办法保证 这个你使用的这个玻尿酸的品质 因为它厂牌非常多嘛 有些病人也会产生一些反应 它的关节囊会稍微发炎 所以你本来以为是润滑 结果反而造成发炎 关节囊会有一些反应 发炎之后它就会变厚 就等于这个摩擦现象 更增强 那另外也有可能在打针的时候 没有打到关节里面 就很像我们打静脉落针 落在外面的那种现象 你没打在关节里面 打在软组织 这个软组织就变厚变硬 所以整个关节就会越来越紧 反而中沉 越来越紧 造成关节里面软骨之间的静态压增加 反而它刺激 静态压增加 静态压对软骨是很不好的 就像我们的皮肤如果常常压着它会产生入疮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很简单的方式去测验我们的关节的静态压 就是你抱膝把膝盖抱起来看看脚跟有没有办法放到椅子上 如果你没办法做到这个动作 就代表你的关节的静态压太大 对软骨之法 你可以这样测试一下 是 所以刚才讲到说 我们这个手术不只是把这个摩擦现象内侧皱壁清除掉 还要把发炎的变厚的这些关节囊也都要除掉 都要除掉 那如果这样还不够 还是太紧的时候 还要把筋膜把它剪开 就是要把关节里面的压力要做一个微调 要一个调整 所以这个部分是一般的骨科医师 他没有去意识到 而且不知道怎么做 那这个部分真的是必须要亲自的来看看 或者是要经验的累积 才知道我们要释放多少程度 你放的太少 它结巴了 开完刀会更不舒服 如果放的太多 会影响到病人的将来的这个活动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清洗手术 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关节 膝关节 这里面牵涉到太多太多的 很细微的一些数据跟判断的 这些指数 没有错 那有的是瓶筋 有的是要透过各种各样的检查 对吧 但是鲁医师刚刚讲的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因为它既然是一种病症 所以当然就要提出治疗方法 而且过去都觉得 关节炎 或者是膝关节的所谓的退化 我们都要加 quotation mark 退化 是不可逆 可是鲁医师特别强调 其实透过适当的方法 他可逆 可解决 甚至可预防 这就是为什么 鲁医师必须要像传教士 到处去分享去讲 我教你一个方法 其实后来也在用 就是他录下来 然后广传 但是很多的病人 就是看了影带 看了书 但他还是觉得 我一定要跟鲁医师当面谈一谈 对不对 我觉得你很多病人是这样 因为我们也都做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传播传给大家 可是大家就觉得 很多人看医师 尤其看明医就是这样 我一定要给他看一下 跟他讲到话 他安慰我一下也好 给我一个意见也好 我才真正放心 所以这里就是为什么 这么难挂号的原因 那现在不是光是挂号问题 而是说 大家对于膝关节 这其实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 有没有正确的一些认知 这个知识很重要 有了这样的知识之后 你才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 那万一真的有一些的症状 刚刚不管这是临床前 或者是临床 或者是所谓的残障 这个时候呢 才要找一个真正的正确的对峙方法 对不对 好 听起来都是很理性很严肃 其实我慢慢可以感觉得出来 吕医师他的浪漫的一面 这条路都没有人要走 而且都被人家误会 但是还是坚持下去 如果没有一种浪漫性格 基本上蛮难的 那吕医师家呢 特别 我上次说他们吕医师一门好几节 有医生 有音乐家 他的弟弟嘛 有弟弟 吕少嘉 过去我也有机会 在主持户外音乐会的时候 跟他抱歉 我应该跟他抱歉 我那时候A了他一支指挥棒 送给观众一个小朋友 未来的指挥家 我后来一直觉得我太过分了 这个主持人太过分 那其实吕夏瑞医师 也很有音乐天分 你自己讲一下 这个应该谈到我父亲吧 因为他本身非常喜欢音乐 所以你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 其实这首歌 也是有一些故事的 简单说一下吧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他的原文叫做 Romance de Amour 是法文 中文是 爱的Romance 那我为什么选这一首呢 因为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可以互相呼应 也是一个迷失 大家听到这首曲子的名字 就好像看到退化信息关节 就直接想他退化 那这首曲子您会想到什么 Romance 是 我是高中的时候 因为小提琴借给我弟弟 我没有小提琴 在台北 所以我就只好选吉他了 一样有学 我在学高中的时候就参加吉他社 吉他社 这首曲子是所有学吉他的 梦寐以求 想要学会的第一首曲子 因为就是准备将来要弹给对象听 Romance的对象 对不对 是 好 所以确实这一首我已经弹了应该上千次 对 但是一直到 你一面讲 我们一面就可以放这个音乐 一直到差不多七八年前 那时候因为我喜欢去开始找Google Google流行 Google大师 我就来查一下 原来这个是迷失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是1952年一部电影 法国导演 他导了一部叫做禁忌的游戏 对 那部电影呢 他想要找配乐 那个电影是描述二战的时候 在1940年大战方寒 那个巴黎被沦陷了 那有一家人逃出来 结果被意大利的飞机轰炸 全家都死了 只剩下一个小女孩五岁 连他的宠物小狗都被炸死 结果他就碰到一个七岁的男孩 在农村被带回他家 就寄养在他家 就是描述这样的一个背景 这两个纯洁的小孩 去对应残酷的战争 所以这个导演就找 那时候很有名的年轻的吉他手 叫做Nacison Yepes 找他来配乐 所以他就整部电影他就用吉他 而且是他自己弹 有好几首 那这一首Romance de Amor 是其中的主题曲 就因为这样 后来这部电影还拿到奥斯卡 第一届的外语影片的奖 电影竞技的游戏 但是他的曲子本身很好玩 他就说Romance de Amor 听起来是Romance 但其实是迷思 我觉得故事还没讲完 因为刚刚讲的是电影情节 对不对 然后呢 事实上这首曲子是Yepes 在帮这个电影配乐 之前的18年就做了 他那时候是取材于西班牙的一个民谣 然后重点是他是为他母亲做的 所以并不是我们印象中是女朋友 不是恋人之间的 因此这个就是呼应我们前面讲的 不能只看一个表象 表象 字面 就去想 所以我一直讲退化 性观结言退化 那两个是要加 quotation mark 我是看完你的书以后 我就退化要加 quotation mark 所以他并不是一般通俗的男女的情感 他是 我后来知道之后 每一次谈他出来的感情就会不一样的 就是代表对母亲的爱 另外也是对和平的爱 还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就是在那样的一个 更广大的一个含义 所以特别选了这首 一般人容易从字面上被误导的这种迷思 来谈我们的退化性观结言 所以 quotation mark 所以这就是我们吕医师的浪漫 其实这本书里面提了 各种各样的迷思 有十六大迷思 对不对 然后也提到了 像您刚刚讲的内侧摩擦症候群等等 症状 还有促进方案等等 自己怎么样去做一些的判断 然后对策一对策二 最后还有日常运动保健 其实那个三加三 然后讲过很多次 你一面讲我就想 我还要好好坐着 你的膝盖不要让他有这个九十度以上的这个 这个这种弯曲等等 我看一下你怎么做 超过120是可以的 超过120可以 所以其实可以往前伸一点 对不对 可是坐飞机就没办法了 坐游览车也没办法 所以常常你做了长途的那个 这个还是有办法 有办法吗 一个 你没办法选边的位置的话 你可以抱息 你可以抱起来 抱起来这样子做 只要 不好示范 只要膝关节能够让他稍微活动 不要保持九十度那样的姿势 所以我们平常坐大概都是九十度 所以我刚刚也特别看一下你有没有 你其实 我都是说起来 你都往后说 往后说就是超过120 那个坐壁已经滑到边边去了 不是要往前伸 往前伸当然更好 往前伸比较好 但是我前面有东西 无法往前伸的时候 就是往后说 甚至可以暴息 这样暴息 这样子做的吗 那如果有问题 他就没有办法碰到了 拉起来 对不对 对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抱到椅子上 还是可以 抱到椅子上 来 各位 我们的录音师吗 可以试试看了 OK 对 那个是标准的 对 好 这个三加三 今天就不示范了 因为大家去查一下 有很多很多的示范影片 我基本上呢 我觉得已经重复的事情 就希望尽量不要让你每次都要 重复来重复去 一直不断的在传达一些 你已经讲了十几年的这些的理论也好 或者是一些练习也好 所以这个部分是所有的健康节目 最喜欢找李医师去的 然后做不断的示范 怎么样把膝盖拉直 怎么样老往上 怎么样做判断 好 我想问的是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您的父亲 您是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吗 是的 在竹东 是 然后您有曾经说过 其实因为看着爸爸做医生 为人医者的风范 对你影响很大 具体举一些例子 是啊 我一出生家里就是医院了 那事实上我父亲他在台大医学院毕业 是第一名毕业的 所以叶鼠那时候把他留在台大的病理科 希望他能够走学术路线 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台大还是所谓的 正好在光复之后的第一届 所以他在病理科也当助教 我们也留下很多他一些照片 可以知道您父亲的名字 吕耀书 吕耀书 很可惜就是说 因为那个我的祖父啊 因为他我父亲是老大 下面有好几个兄弟姐妹 就希望他回到竹东去服务乡里 所以我后来才了解 在那一段他经过很多内心的挣扎 因为学术路线 他们都想走 是是这个是差别非常大的 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回到那时候的竹东 当小镇医生 是小镇医生 确实也非常需要他 所以我们是在那样的环境长大的 所以小镇医生就是也必须要无所不能了 没有错 所以早期我家是有病房的 有六床 所以家里是 家里就是医院 你住楼上楼下医院是这样吗 是楼下的前半段 所以等于我们进出去学校进出都要经过医院嘛 经过前面就很多病人后诊啊 就是耳濡目染 那稍微有空的时候 我都会去那个父亲的那个诊所 就站在他旁边看他问诊 看他听诊啊等等 那时候你几岁啊 应该是从小还没上幼稚园开始吧 还没上幼稚园你就喜欢坐在父亲旁边看他 印象最深的就是说 他每天每天在看诊结束 可能是早上十一点 或者是下午睡完午觉看诊 就有两个时段他会完诊 他会完诊 因为有些病人不方便 有些那个时代 我们一听到偶信 就是日文的完诊 我就非常高兴 因为可以跟着他出去 他会呆啊 他骑摩车 那药剂生会拿了一个大皮箱 里面装满药皮 还有那个打针的针筒 骑摩托车 那时候我就在前面 站在前面 药剂生坐在后座 然后您的父亲骑摩托车 然后你一个小小孩就坐在前面 那时候也没什么安全帽的问题 也没超载的问题 就站在前面 大部分都是在那个主动的乡下 因为乡下交通不方便嘛 所以他必须要去 一些困苦的 性贫的患者 没办法请车 没办法叫车到医院的 就往诊 那往诊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个 那时候的这个医病关系 医病关系非常纯朴 病人家属的那种 对医师的尊敬感谢 所以印象很深 这个是一幕 而且到这些比较弱势又偏远的这个地方 父亲恐怕应该也是义务在看诊 也不忍心 那其实到最近我看到我的影片 下面有人留言 说原来我的父亲就是那个旅内科医师的医师 原来就是那位旅师 他说他小学的时候经常陪他母亲因为胃出血来就诊 有时候半夜还要敲门 我父亲非常有这个医德等等都在下面 跟你留言讲他们以前的跟父亲之间的医病故事 所以小时候除了看到这个爸爸看诊的状况 也会跟着他一起网诊 其实半夜有病人来敲门 爸爸也都是要起来 这妈妈也很非常厉害 对不对 你看这医生娘 那个时候扮演的角色更适合 因为我母亲本来她可以在台北 在台北她已经在古庭国小当老师 而且当得非常好 本来我们家可以在台北过一个小康的这种生活 但是母亲就是为了跟随父亲 也牺牲那样的一种生活环境 回到大家庭去当一个全能的媳妇 对 尤其传统的客家家庭 要做客家媳妇也不容易 对不对 大大小小群都要找你 清晨就要起来煮饭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瓦斯 对一大家族的 因为好几个弟弟妹妹要带便当到学校 都是早上就要做的 对非常亲爱 弟弟妹妹带便当你不带吗 也有你的 不是我 是我父亲的弟弟妹妹 父亲的弟弟妹妹 是 我的姑妈叔叔 这些他也一併照顾 就是因为这样才 真的是一大家才不是说自己家 是是是是 所以可以想象 然后还要帮助父亲 因为他是医生 也是院长 因为上上下下的事情 还有护理人员 什么药剂师都要打电 对对对都要打电 是很难得 很辛苦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提到说 旅是一门好几节 这个大家庭里面 你自己是从几岁开始立定志愿 说我要跟爸爸一样当医生 印象中我从来没有想过 其他职业 从来没想过其他职业 哪怕你的小提琴拉得这么好 因为听起来 你弟弟还要跟你借小提琴 旅校家给你借 不是 最小的弟弟 对啊 表示说小时候 你刚刚也说受父亲影响 喜欢音乐 所以小提琴从小就开始学 是 然后你们家几兄弟 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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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都有学乐器 我两个姐姐也是 然后五个 都有学 都是小提琴吗 都不一样 姐姐是钢琴 我大姐是大音乐系 所以大音乐老师 是 爸爸喜欢音乐 到什么程度影响到你们 我们睡前 他都会放唱片 跟我们解释 音乐里面有没有古典音乐 你们的诊所里面 到后期 后期真的是有 早期经济没那么好 后期真的是有音乐 对 所以人家讲睡前故事 你们是睡前音乐 爸爸给放唱片给你们听 会跟我们讲 想这个内容 所以想吕少佳 可能对他影响是很大的 这一方面 因为吕少佳 也不是走音乐系 本来 对不对 他并没有像姐姐一样 去试到音乐系 他 我记得他好像是 他心理 心理 对 所以本来也想 那时候都叫丙祖 他本来也是丙祖 也是丙祖 幸好没有去念 也很难讲 如果吕少佳 是发挥他那个浪漫的性格 说不定也可以颠覆了某些古典乐派 也不一定 OK 所以你们其实受父亲的影响 喜欢音乐 然后你也是因为这样的熏陶 其实很早就看到父亲 为人一惹的风范 那我另外受他影响很大的 就是稍微大一点 长大一点之后 会看到他的一些执着 我就去回想我走的路 好像跟他蛮类似的 怎么说 他因为回到乡下 所以他不忘记要充实自己 所以任何他休闲的时候 就是在看医学杂志 就是他订日文的医学杂志 所以我印象中台湾的第一例 那个叫做视若性肿瘤 视若性肿瘤 那个英文叫Philchromocytoma 这第一例是他诊断出来 然后他转回台大 让台大去发表 他是在肾上腺的一个肿瘤 所以他是在第一线 小镇医生的时候 他就可以做了这样初步的判断 他就发现这个第一例 我也印象中他所有的验尿 验分变 他都自己做理性 所以当初要走病理研究 回到小镇 还是可以做病理研究 所以他基本上研究精神 求知精神 都影响到你 终身学习 终身学习 影响到你 那你现在呢 你现在的终身学习是什么 我现在 一辈子追求 你说这个执着 我现在还在发表我的论文 我也有感觉 也还在写书啊 还有那个书的专章 还在继续 有时候这个做梦 有时候写论文 有一些卡住的时候 突然在梦中会出现一个灵感 真的 隔天就能够把它继续 你觉得为什么 你们研究一下为什么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好 之前我们在访问这个孙维新教授的时候 有提到这个梦 人的这个梦 的的确确 就是 而且那个时候 他有提到就是 将睡未睡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脑袋 因为还在 脑波还在转 那时候常常会提出很多的solution 那所以 您这个当初的时候 内测摩擦症候群 也是 这个不是 这个 做梦有没有给你什么 因为你在寻求 因为你有累积十年的 那个心酸 那时候 事实上是真正看到 在病人的膝关节里面 看到那个隐藏的病灶 造成的一个影响 那是累积的 但写论文又不一样了 其实我有发现 吕医师是非常精进的 因为我跟他没有那么熟 可是呢 他会跟我分享他的论文 我心里想 你怎么觉得我看得懂 但他会分享 那我知道他又在 国际的医学期刊当中 又有新的这个作品发表 而且呢 也得到很多很多的讨论 那说实话 我在想 您的父亲 如果看到您现在 因为你刚刚提到 他的执着 他的坚持 您的父亲如果看到 你这一路走来的 坚持跟执着 他会跟你说什么 我很遗憾的就是 我这个一路走来 这个学术的发表 事实上 我在他过世前 他那个失智之后 母亲给我一个信封 一个牛皮纸袋 我发现里面竟然是我的 第一篇论文的 那个印刷出来的稿 因为在早期 投稿 那时候没有电脑 都是要一大碟寄 打字印刷 要寄去的 对 paper 那我有一份给他 还没有被接受 他留着 他竟然把我留着 所以我发表之后的一些论文 从来没有一篇 能够给他仔细的看 因为他已经失智了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蛮大的遗憾 但是以您父子之间 过去的默契 你可以想象 他现在看到你 尤其是一路走来 其实是蛮辛苦的 当你可能有一点灰心的时候 因为你做了很多事情 不被你自己的同业谅解 跟接受 甚至还有一些负面的批评等等 但你始终坚持 还有你一直不断的发表论文 你觉得你父亲会怎么说你 你父亲怎么叫你 他叫你 名字 叫我名字 用客家话的 叫Soray 客家话怎么说 Soray Soray 我的网球是他教 我一上高 考上大学他就很高兴 第一个 这个儿子长大了 已经够可以跟他打网球了 哦哦哦哦 ok 就是有一个可以 对对对 compatible 就是这样 所以暑假开始就 每天一大早 对打 一大早 天都还没亮 就把我叫起来 就到主动的那个 来打网球 水泥场的 网球场 而且他对那些知识要求很严格 你觉得 是长子吗 对不对 上面是两个姐姐 所以 儿子你是老大吗 对不对 所以 他对你跟对两个弟弟的 希望跟对的方法 有没有不太一样 期待很大 讲一个题外的 我到现在还觉得 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件事 因为他很期待我 考上跟他一样的学校 哦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主动 每年都会有一个人 考上台大医科 台大医学系 大家就认为那一届应该是我 哈哈哈哈 所以 在高三要联考前 他就鼓励我 他说我买了一瓶香槟 要等到你考上台大医科 的时候就可以开 结果那瓶香槟从来没有开 也不再提了 不提了 别的学校不开香槟 不开 你会引以为悍吗 是有一些吧 那个时候会吧 现在应该比较不会了 现在不会 对不对 以前大家对 现在只知道说 他真的是对我有很高的期待 对 尤其您的第一篇论文 他是当成宝贝一样的 把它收藏起来 其实很多父母亲都会默默的 帮孩子收集很多 孩子也许当下没有觉得 那么在意的东西 也许是在意或者说觉得 我就是给你一份嘛 没想到他这么专心 而且他常常会给我一些 只讲一句话就给我很大的鼓励 怎么说 因为他喜欢打网球 我那时候服务的最后阶段是在嘉义 在嘉义 后来我转到嘉义的一个教会医院 那时候嘉义院设备非常老旧 开刀房完全没有无菌的那种标准 因为冷气都是用窗型冷气 而且门是木门 木门这样推开的 不幸他有一次打网球打得太激烈 突然那跟剑就断了 他就执意一定要找我了 一定要你帮他 就非常不巧 因为根剑附近皮很薄 在那样的手术室的环境就伤口就发炎 那时候那家医院还没有麻醉科医师 每次要清窗都是局部麻醉 痛他也忍着 那我每天帮他换药的时候 他看得出来我很苦恼 所以他还鼓励我 说我还是认为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外科医师 但是你也没有去解释说 其实是因为环境条件不够好 所以造成我可能有一些困扰 你也没解释 但他就是我 我对你有信心就对了 他给你这样鼓励 我想外科医师都走过这一段 都会在病人身上 我是很感谢他 用自己的身体给我学到整个过程 真的 医生常讲以病为师 当这个病人是自己的父亲的时候 那个师 他教导的那个感觉 特别特别的明确 提到父亲我想你感触也很多 那谈点比较轻松的好了 那父亲对于你的教导方式 跟对两个弟弟有什么不一样 弟弟本来也要学医啊 我母亲 还问我说他有没有骂过你 我说想不出来好像真的没有 他的EQ很高 对 他对病人这么有耐心的 对 他常常讲的故事就是 我的弟弟 因为顽皮 哪一个 属假作业 这不能讲吧 不能讲吗 这是他的秘密 好好好 反正其中一个弟弟 暑假作业没做 没做 还骗他说做了 最后被发现 说要拿那个 我们客家话说 那个竹子的那个 用竹子做的 一丝一丝的 像竹哨把一样 那个东西是 结果父亲一听到 赶快跑去抱着他 妈妈要打 爸爸抱着 说不能打 真的 我母亲说 你再不让开 我连你也打 打下去 结果呢 后来呢 所以我母亲非常严格 所以你们家其实是 慈父岩母 是 我母亲原来是老师 对 所以用比较老师的标准 在教导孩子 偏偏这个爸爸 其实这样听起来 还蛮宠爱孩子的 明明该处罚 因为撒谎啊 不诚实啊 好 所以基本上 您就是在这样一个 爱的环境之下长大的 那 父亲本身呢 又是这样的一个 为人医者的一个典范 所以从他身上学了很多 那在您 这样算起来 数一数 你的行医生涯 也有四十年咯 有 从实习医师啊 怎么开始 有四十五年 有四十五年了 你现在回头再看这四十五年 您觉得 有没有任何遗憾的事情 当然是很多啦 以最近来讲 我最遗憾的还是 我的力量 没办法帮助很多病人 我常常会在想说 因为挂不上号 而对我很不满的病人比较多呢 还是我自豪很感谢我的病人比较多呢 对啊 这是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情 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 但是我个人 从我身边的朋友 他们挂不到您的号 但是因为看了您的书 或者是看了您分享的一些未教的影片 而自己的膝盖自己救 就是自己能够先缓和 这膝盖疼痛或者不适所带来的 这个种种的不方便 然后他们耐心的等待 是 我有朋友 他说他等了 我记得 对 我有一个很资深的媒体界朋友 他后来告诉我 我说他等你等了两年 但他觉得值得 不是说一贯然后一定要等两年 他说他为了等 因为他 因为他自己以前也是跑医药的嘛 是 他自己跑医药 他说他判断 他说我觉得我就是要找律师 那我等了他两年 后来他到大林慈激医院做了手术 他说他觉得值得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 然后当我的身边的很多人说 挂不到号啊等等 可是呢他看了你的未教之后 他至少知道怎么样去做自我的这个预防 跟自己的一些缓解 是 他们觉得是有用的 是 所以我想这样应该是书刊告慰了 因为我不敢讲 到底有多少人挂不到你的号 就是我讲 刚刚讲第三个十年 就是后面这十年 我也慢慢看到一些 就您讲的 这样好的一个回馈了 我自己在门诊也 经常有这样的回馈 是 很不容易挂进来 有些他说我今天来不是要治疗 因为我已经好了 我只是要确定我现在是第几期 因为他在这段等待时间 就是按照刚才你讲的 看到我们的资料 对 保健就好了 对 所以大家在挂号之前 其实真的你从网络上也好 或者是看一下吕医师的书 也许很多很多 不必要的一些的痛苦或折磨 真的是可以避免 不要忘记刚刚讲的 这种所谓的内侧摩擦症候群 是可以治疗的 而且是可以靠自己的一些方式 去缓解甚至可以预防的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挂八道号不要埋怨 先自己 就自己的膝盖 自己先给自己正确的观念 非常谢谢吕医师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还给我们分享了 您跟父亲之间的这一段 父子情 是感性理性兼具 谢谢您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了 下次再会